没想到这个师傅,100%讲中哦! 诶,make sure,make sure这个有memory 啊,make sure有memory 还有片子都有啊 Hey buddy,我的朋友,我是战士瑞水 今天呢,我们要做新的题材就是 访问人物 这个访问人物是谁? OK,这个人物也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人 因为呢,这个我有看过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事况主他认识的 就是 未来难得有一人的认识这位 泰秘利的老板 就是阿豪哥 因为我要采访一下这些 我要了解一下这个泰秘利的这些东西 我可能会采发 或者是他问他问题的样子啦 如果有一次啊,我有打电话问泰秘利 然后进行videocon来看一下我的运势 结果看了,真的吓一大跳 没想到这个师傅 100%讲中哦! 哇哦! 真的超级无敌准哦! 真的吓一大跳 所以呢,我们做采访 问阿豪哥这些泰秘利的这些东西 不过真的谢谢泰秘利 还有谢谢未来男友黎恩问的问题吧 好了,我们快点抓紧时间吧 黄金可是一个时间的 不要散漏黄金粉在地上 我们要抓紧紧我们的未来的时间 来吧 各位观众,这位是阿豪哥 就是未来男友黎恩认识的 阿豪哥在泰秘利开过这个 在台湾和马来西亚JB有开过这个店 欢迎 你好你好 各位观众,我暂时录音了 你们忍耐一下 所以,你做泰秘利做了大概 多久了哦? 是在2017年10月份开始 他又中泰秘利 我最初这个事物是从2017年10月份开始 在新加坡开始 泰秘利创办理 OK,早期是在25岁 主持人自己开过了 就几年前了 然后,换掉一阵子的 就因为那时候还不熟悉这种 泰国国法的东西就 类似全部都听师父讲 然后,我自己没有真实去接触 可以说是被变啦 我是接触在泰国,我是在15岁啦 15岁是我父亲 带我去接触这个泰国宗教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就闻了一幅图 就 哈鲁曼是这样 哦,有听过有听过 是在背后 反正中泰国的宗教的东西 主要是听过人觉得 泰国宗教的东西 可以让大家 呃,吸好自己的脾气之类的 而且很真相 哈 人会知道 就,那时候是 17岁都会到处跑 没有,就类似现在 目前我开的类似这样子 我他们都很喜欢到处跑 过后,在25岁之后 我自己尝试开 那时候是还不熟悉 是什么叫我开 过后,就开了 没到10个月吧 就把它收掉 因为觉得做得很不行 那感觉不是我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师傅真的很多种料 我也不想得他是为钱的 那还是怎样 真的是太多了 连到我现在 从2011 那时候我就休息了 过后,我就去新加坡做工作 结果我的师傅 安占满工 不曾经过面 他打电话给我 叫我 说要来找我 那时候 听说他是丢掉那张 呃,又在断线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断线 啊对,又了 就在2017年10月 阿张曼光 就是阿张龙 从曼飞来新加坡找我 然后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开 就他跟我讲 他是后来叫我开这个 宗教的朋友 就是开会这样子 类似的店 是我的店 让人家去了解这种 很多泰国的资讯 那时候就开始从新加坡 得到老板的 取货老板 那个老板是 白年亮度幕 就是新加坡文明的 白年亮度幕老板 此时我拿钱就开了一家 泰民邻舍在新加坡 就注目是这样子 就让人家接触 让人家了解 就讲解一些泰国 国的宗教的东西 让人家 白过后就在去年的 8月6月份 去年的6月就是 邀请我去台湾 配合 就是说 用我的师傅 师傅团队 去台湾跟他们配合 做这些法式的东西 然后让人家真正了解这种 泰国宗教的东西 那时候就得到 吴先生的邀请 然后8月份 就把新加坡的 泰民邻移回来行赛 就马来西安 然后本身8月份 就开始去了台湾 就接触到 那时候上去台湾 第一间接触的 他的老板 泰民邻舍的 生物件是 成为泰民邻舍 然后两个月后 就换 就换成是泰民邻舍 其实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啦 然后接触了 到我今年的 1月份吧 可以这样讲 1月份就闹得很快 就是每天 感觉上有东西发生 就是可能会 会切拔 或者做法 到这个也吧 就在今年的5月 这些人生 就这次开 把泰民邻舍公司 我还在 台北市 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了解什么 嗯 大概了解 不过刚刚有时候有点断写 不好意思 啊 是你看你要补充什么东西 可以给我讲 主要是 你想知道这种东西 是为了也是想散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 为什么 一个马来西亚人 会到台湾做 这很正常 嗯 对对对 因为其实 我在台湾接触的时候 师傅在看运程 我 其实 坦白讲 我们这些是有在了解 因为我在新加坡 跟我的老板 呃 就是 是白年的老板 曾经学过就是人生的数字 他都可以看到人的性格 之类的问题 种种种种种点点 虽然我都是学的很完整 但是我还是会参考师傅 参与整个理解 新加坡 东西 因为现在社会真的很 似乎 千种百种 人的性格都千种百种 不要说是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 主要 接触这一行 是想让人家了解 正确的 台湾之确 可以尝试 本身去台湾一趟 可以看看泰国人的报跟礼 以上 是我们很多国家都做的 为什么今天 泰国宗教可以发扬到那么大 包括 可以讲是全世界都会去那边常白 可以这么讲 大致上都会去太买 回去常白 为什么 连洋人都要相信 这个就是他们宗教 一件好的方向 就是 可以给人家很正面的东西 对于在市场 真的太多那种乖乖的东西 就 毕竟是人家的东西 我不方便去说来说 只是觉得宗教的东西 就是我们学两个好 给人家正确的咨询 是我们的一种功德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还有办法是我继续相信 但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 自觉的东西要正确 因为太多人沉迷在那 很多人接触 因为 有人以为泰国宗教 它就是一个很平的东西 就是 就类似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他们会觉得 他在找各方面 我很相信 而且我很相信 他们磨出生命的东西 就是他们所谓 泰国人的 纳特古巴掌 不管泰国人 他是食物 或者和尚 还是正常人 普通人 有钱人 还是不好 他们只要佩戴佛牌 他们的性格 一直就是 所谓的 纳特古巴掌 要相信自己的食物 相信自己的 神秘 就类似 你佩戴佛牌 佛牌 分很多种类 普通 中的 会收藏品 哦 所以 普通巴掌的 受藏价值就是这样 所以 主要是 佛牌 佛牌 受藏价值 你只要看 那个 信物的 修行到哪里 嗯 因为 泰国 监商 他们都会 估置出来 让 信物去攻击 就类似 铁牌 你看 千种 百种 万种 太多了 这样 困严严的 牌 只要 那个 就是 那一 那一 的 出名的 产量 少的 都会有人去 估置 因为 很贵 他的家 可以去到 麻痹 三十 七八十 就是他们 所谓 国牌的 收藏价值 要慰华 但是 每个人 对于 国牌 观念的 玩法 就好像 每个国家 都有 不同的 主书 每个人 都有 不同的 分额 偶像 根本 其他的 偶像 跟粉丝 之类的 但是 以我的 观念 是这样 其实 这种 不是 认真 泰国 宗教 是 很真相的 东西 不管 什么 宗教 它 都是 需要改变 幸福们的 就好像 看法 想法 就可以这样 你经济下滑你的成员 不是 不说不说不说 感情不说 你会找什么 你会找 不是找医生 找医生 看到没有办法 你去找师父 找和尚 找算命的 看看为什么那么 属于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会去 想到这个点 但是 往往 很多人利用这种东西 来去 赚数金钱 这个就是 那个点 人 人 是 在迷惘之后 嗯 是哦 因为有时候人 有时候会 依赖心 以为这个佛牌 还是可以帮助我 就完全入迷了 而且没有事情 不敢 就怎么讲 就是没有 但是是佛牌啦 好像 我们都会找 华人找到教之类嘛 就好像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我在那边了解 做了那么多 但50% 18年的人 以上都是 感情 嗯 是哦 30% 就成为那些 英牌的东西 只有个属于20% 就正常 啊 主要是 人家 真 真学的 是 比较正常的 只有那20% 啊 我就做了20%的课 主要是 我想到 他们真 太多 正确实 嗯 所以 他们很明白 他们不要人丢弃了 不会收拾 就放在 嗯 对哦 发向 电来 主要是让人家了解 其实佛牌有很多种 而不是说 今天你的偶像 带什么 要带什么 而不是说 嘿 这个明星带什么 我要带什么 主要 其佛牌 可以 合自己的 经济努力 嗯 对 而且佛牌 还有分 为 不便利 用中正经 主要真的 都是看经济能力 去攻击 是这样子 大概 都是这样 还会真的 看的太多了 甚至有些 为了赶紧而自杀 而且很多人都会 来询问 他有什么法事 可以做给 为了那种 呃 感觉就是 带了十字星 对 哦 这个佛牌 是什么 哎呀 福牌 可以是 那很危险的 故事 故事佛牌 哦 这个不清楚 如果鬼哥在 他可以 不要讲得仔细 好 好 一 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